天中文有才准备的什么呀 沙字棋 准备的一首歌 我们都一样 来 你拍窗看见星星 依然守在夜空中 心中不眠多了些 暖暖的感动 就是还是想就是尝试一下 我之前没在台上 没在台上唱歌 只在台上就是跳舞 然后表演我话剧 你这些人 就能把地方的路照亮 你这届基本上没在调上 今天太紧张了 你这唱歌也不行啊 我们来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俗话说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你如何理解这句话 我觉得就是 首先得有人脉 然后有的人脉 然后才有江湖吧 你理解江湖是什么意思 江湖呢就是社会 还有呢 就是 你觉得你在江湖里面吗 我觉得我不在江湖里 我觉得你满脑子江湖 我觉得这个体处得特别好 什么是江湖 江湖是指有刀光剑影 有背后有案件 人在江湖混是很难的 那你的性格我们就看 你如何看待 结果你的回答呢 应该说根本就没有回答到点子上 所以说就从这道题 来考你的点上来讲 应该说你是不及格的 其实 紫棋的话 我还是非常喜欢你的 就是我能看到你那种淳朴 我真的觉得 你是在江湖之外的人 因为这里的江湖指的是说 它是有那个圈子 就是有那种小集体 但是我会觉得是说 你不会去参与到那个里面的人 而且就是说 当涂老师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 说你要做活动策划嘛 你马上你说了一句话说 我要做活动执行 所以我认为说 一个本科生 95年的小孩 然后有这样的沉稳 和他对自己的自我印知 是非常清晰的 这个是在我在这个舞台上 很少看见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 给芝琪一些掌声 我觉得这一点就值得 我们给他一些鼓励 谢谢 我就刚才就接着 我接着涂老师刚才的问题 您刚才问了一个特别好 就是说你了解活动执行吗 你马上回答了一个 说我大概了解 然后进入面灯 我好像谁给你留灯了 因为你说你是大概了解的 你现在跟我讲一讲 你大概了解到什么程度 这决定了 我能不能给你岗位 活动执行的就是 有一些 假如有一些车展呢 然后需要去策划 需要去找一些人 找一些演员或怎么样的 然后去做这个活动 你参与过的最大的 你认为是活动的 这样的一个事件 是有多大 其实也没有很大 因为我很少 就是去参加一些 那种大型的活动 你参加的最大的活动 就是来陆飞你莫属 我个人是真的挺喜欢 你的性格的 我觉得你挺通透的 就不管是单纯也好 怎么也好 简单 就是很简单 所以我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特长 你刚刚讲 就音乐这块 因为你也展示了嘛 除此之外 你有没有什么觉得 你优于别人 一点点也好的东西 我觉得我适合就是 我人的交往这一块 还是没有问题的 这孩子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刚才说简单 单纯 简单跟单纯 最大的区别在于 简单是没东西 单纯是历经了很多事物之后 依然简单 这叫单纯 他其实也上过当 受过骗 但他现在依然没有油 没有滑 没有皮 这就是单纯